由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美英尼而来 宋诞汉字艺术海外百成展 以及美国巡展国际文化贸易活动启动仪式 在阿罕布拉市盛大举行 跨界艺术家宋诞先生带着最新的创意作品 要在美国的几大主要城市进行巡展 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 即去年在美国洛杉矶 开启汉字艺术海外百成展活动之后 中国当代视觉设计跨界艺术家宋诞 七月带着他的创意水墨汉字 和百家型姓氏活作品在赴美国 在洛杉矶 九金山 西雅图等八大城市 举办各具特色的汉字艺术展 宋诞表示希望通过汉字艺术形式 让世界更多人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同时希望通过巡展系列活动 搭建起一座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 他对自己的作品创作有着独特精辟的概括 如果是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新形式 那么这个艺术新形式主要分为两大体系 一个就是创意水墨汉字 还有一个就是被誉为传播中华 姓氏文化的新符号 百家姓福 那么总体的这个特点就是用创意设计的世界语言 一种潜心的表达 就是余活形象化 符号化 让它可以跨越年龄 跨越这种文化 跨越这种地域 能够投懂中国汉字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不大精深 那么通过对汉字 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的艺术加工 能够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中华文化 喜爱中华文化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也可以说是一件功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那么在此我也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家 松旦先生和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表示敬意 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松旦此次赴美巡展将为期两个月 7月21号在洛杉矶首展之后 还将先后走进旧金山 西雅图 新泽西 芝加哥 纽约 亚特兰大 以及休斯顿等7个城市 巡展作品包含了180幅创意水墨汉字 分为自容道法 自在之间 自含如礼 自识其远 自得其乐等五大主题 以及100幅百家信胡作品 香词 香绣 香茶等香字号文创产品 欢迎热爱艺术的民众前来参加观看 周天频道采访报道